小姐,王爷他们来了 让他们进来吧 是 王爷请 去杯茶吧 是 王爷 张夫人,有几个问题,想请你解答 苏大人 你有什么想问的 就问吧 你的香囊可否借我们一看 有 干枪微根,干枸杞根 白纸,苍儿籽 还有朱砂的味道 这是治疗皮肤病的药囊 这香囊是新制的 张夫人 你的旧香囊呢 你在口供里说过 梁峰死的那晚 你是直到早上才发现的 那为什么在死者鲜血 还没有凝结的时候 你就去过案发现场了 你说我去过案发现场了 你说我去过案发现场了 证据呢 我去过案发现场 你让你去过案发现场 是否 这部分 就会 你去到 香港 你去到 国家 我去到 这部分 你去到 家里出了这样的仇事 我不去指认我大哥 那也是人之常情 可案发当晚 你就已经去过梁峰房里 看到他倒地时 他其实还活着 你拿起皮绣 朝他的额角补一刹 而你的大哥梁成 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你也去过案发现场 这第二次撞击的创免 比第一次大得多 是你双手拿着皮绣 用底面砸下 你的父亲 是死于你 和你大哥梁成的 两次撞击之下 嫂夫人 你何苦这么做 张大哥和那个 未出世的孩子 也不想看到你这样 没错 人是我杀的 我是杀人凶手 嫂夫人 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做 这是我夫君出征时 我去庙里为他祈求的 他一直待在身上 后来齐王殿下 派人将夫君的义务送回来 他就在其中 自那以后 日日夜夜 我都将他待在身边 可是直到前几天 我在禁服上 发现了夫君的血书 什么 他留了血书 张大哥写了什么 我一直以为 夫君为国战死 死得欺负 因为那是他的信念 可是看到这个血书 我才知道 他是被人害死 于力战三日 无法突破重围 几经催促 冤兵暗兵未动 一与敌有死 此战断无生还之王 忘记而珍重 裴兄 这叛徒是谁 他还活着吗 当年援军统领 正是良辰 大哥回来 一直告诉我 他是多么的不容易 一路厮杀到底 但却没能救下我的夫君 我一直对他的话 深信不疑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大哥和我爹 都是凶手 梁老爷也参与了 这件事情 我看到血书以后 我几次想去问个明白 可是李志告诉我 不能那么冲动 直到前几天 我无意中听到了大哥 和父亲的争执 老爷 这次兵部侍郎调任 你给他写封信 叫他调我接任 不想 上次你私自给雷正写信 太招摇了 不过就是让他帮个忙 当年他跟敌军勾结 我们为了他 可是连妹夫的命都没管 别说张玉华就只是个女婿 哪怕就是那个养女 为了你 也可以牺牲的 只是 如果你私自给雷正写信的事 让他知道了 他一定 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们究竟是何人 此时之中 他们也都没有提到 那个人的性命和身份 王爷 请你务必 要让凶手 血战血肠 只要我活这一日 一定为张大哥讨回公道 我还有一样东西 我给你看一下 苏夫人 苏夫人 王爷 王爷 谢谢你 这么多年的招呼 你弟 不能让他怨死 你放心 我又可以 见到他了 本 sole 王爷 凉澄呢 黄鹏 IL targets 消败 Idea 杈味 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